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媳妇刚从广州回到沈阳 刚回来我们就要玩点刺激的 你要干什么 大家误会了 我们要吃点刺激的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要吃点臭臭的 也香香的 臭卤虾 我们不是老爸 我们要吃螺蛳粉 食物它都是有根的 你在什么样的地方 你就吃什么样的东西 螺蛳粉只有在广西吃才好吃 广州也还可以 但是每次我到沈阳一吃 我就觉得不好吃了 你觉得不好吃是吧 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那是因为你打开的方式不对 媳妇我问你 在沈阳的冬天 在我们东北的冬天 我们最爱吃的鸭食物 东北冬天 火锅 对了 今天我们就用火锅的方式 来打开螺蛳粉 我们就把螺蛳粉的调料 倒进锅里 我们作为这个火锅的汤里 我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当当当当 我们今天用的是 宇宙No.1的 好坏螺蛳螺蛳粉 它也没给你钱 你干嘛要说它名字 没事 灰蹄粉它要 这是粉 这是一堆调料 大家都吃过 也不跟大家详细介绍了 一打开就 酸臭酸臭的 还是熟 这些调料还是我们熟悉的味道 但是放进火锅里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烧水 烧水 为了显得今晚的这份火锅 更有烛光晚餐的感觉 我们就把头顶的灯关了 我们开的是补光灯 趁着现在烧水的功夫 我们先展示一下食材 首先是 肥牛 安格斯培牛 然后 土豆和鱼丸 还有铜蚝 东北人吃火锅 必须要吃铜蚝 广西人肯定是没想过 在罗斯福尔里还能吃铜蚝 对啊 看这个 豆皮和粉丝 泡好的粉丝 粉丝 是粉 豆皮和泡好的粉 还有我拍了一盘黄瓜 硬菜不够 拌菜来臭 拍黄瓜 还有青菜 还有少数的香菜 接着咱们是东北火锅的形式 要不要喝点麻酱 是 我觉得调料里缺麻酱 行啊 来来来 我会的 给我接点热水 好嘞 一点点 好霍罗这个调料包 是最得我们口味的 这是汤料包 这是汤料包 它应该是整个 所有调料包的一个魂 它是大哥 哎呦 哇 这是在锅里面 迅速在锅里化开了 这个螺蛳粉呢 它有两个灵魂 一个呢是它的汤底 一个呢就是它的酸酸 一些酸制的菜 酸豆角和木耳 酸豆角和木耳 是吧 嗯 接下来放醋包 麻酱和好了 耶 接下来是放辣油包 辣油好香啊 最后呢 就是我们的腐竹 腐竹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先不用上一下吧 上了 我觉得这个腐竹脆脆的更好吃 我们的汤底 基本是下完了 要不要点糖和醋啊 我觉得咱们 东北的这些 什么腐乳啊 麻酱啊 借个味吧是吧 不要喧宾夺主 不要把这个螺丝粉本来的这个味道 给它盖住 东西结合 东北和广西的结合 麻酱也调完了 接下来 我就要放粉了 来了 哎 口罩下一点 然后丸子 鱼丸 我在广州的时候 压根吃我锅的时候 根本就不想吃麻酱 在外向我们就遵从他们当地的这个饮食习惯 回老家就吃我们自己的对不对 对 我从广州回来之后 那个口味确实变淡了 去年过年我去我岳母家 我岳母做菜就非常的咸呢 我吃完这顿饭 晚上有四五次 就是把我这个齁醒的 就嗓子里边就 就是那个感觉 特别的奇养无比 你说的好像我妈给你下毒了一样 肥牛 肥牛 肥牛一下进去就熟啊 刚才下肥牛都没告诉大家 来 出国的时候告诉大家一下 先不赞酱 什么也不赞 就单吃这个 这个螺丝粉的汤汁这个味道 感觉有一点怪怪的 有一点怪 我们再吃几个好 就会好很多 我以前去过柳州 在广西当地一把螺丝粉 要六块钱吧 六块钱是最低配 最低配 别看它是这个螺丝粉的发源地 你在选择店的时候 也要很有讲究 最好是当地人 尝试螺丝粉的带你去 当地人一定会告诉你 螺丝粉一定要配那个 鸭脚 鸭脚 黑鸭脚 已经糖化的 已经卤化的这个鸭脚 我们这边的鸭脚 我们家没有卖鸭脚的 有卖鸡爪的 我们这边不会卤鸭脚 卤不出人家那个味道 配一种冰冰凉凉的 这种凉粉 里面是红糖水 然后放在冰箱冷藏里边 冻什么一会儿 喝起来就特别解螺丝粉 那种辣和腻 是不是我们这个锅有点大 就导致放水有点多 它这个调料的味就冲淡了 咱们还有其他调料吗 有 其实我还有一袋 我天哪 你是魔术师傅 你还能变出来一袋 这个是我买时候种的 这个应该没有 这应该没有好方法好吃 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都差不多 差不多 笋差不多 对笋都是一样的 因为笋是灵魂 所以笋要多放一点 我觉得这个柳州 他们产的这个包装 螺丝粉 它的粉都是一样的 然后料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就是很多牌子 然后出来搞竞争嘛 然后弄了一堆人去给他做那个 做那个广告 小萝卜干 我觉得辣椒油可以 你能不能 可以 给辣椒油还要放 这就有点像油锅了 这回味绝对够了 是啊 绝对绝对够了 哎呦 我要吃这个 我要先吃这个 土豆是最有火锅特色 我们不是放醋了吗 其实它是酸的 然后这个土豆一酸 就不知道是什么味了 很难形容 但是味道不错 吃个酸笋 给你 啊 广西人吃东西 顿顿不能离酸 这个酸笋啊 嗯 我觉得放在这里之后 味道 酸味还有 但是它的香味 很快煮味了 刚才不是说到这个 螺丝粉它是酸吗 是吧 其实酸能刺激我们的食欲 最近因为一群 我们基本都宅在家 宅在家 其实就很容易没有胃口吃东西 嗯 这时候吃点酸呢 就能刺激我们的食欲 让我们多吃一点 但是大家呢 如果有条件 吃完干之后 特别是晚餐 下楼走一走 或者自己家有一些瑜伽店啊 一些运动的器材 在家做库 在家店一点 是不是也应该放点香菜呀 挺清香的东西 放进酸臭酸臭的这个锅里 哈哈哈哈 螺丝粉里面放香菜还行 我吃过挺好吃的 哎 就这个香菜 哎呀 刚才放进去之前 我还怕它被 这个酸汤 给浸染了 其实没有 反而呢 现在吃起来 这个螺丝粉的味儿 变得清香了 是春秋之中呆的一些清香 香臭香臭的 香臭香臭的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我媳妇为什么去广州了 因为我们去年在广州的房子 租期到了 其实一开始 是他想去的票都买好了 但是我合计一下 感觉他什么东西该拿 什么东西不该拿 他有再问我一遍 还不如我直接去了 四个字行我 就是办事不利 我的媳妇生气 对不对 你太谦虚了 我真的 我是一个挺粗心的人 就是这种事物聚系 这些居家的琐事 怎么搬 怎么挪呀 我很容易搞错 然后再丢点东西什么的 得不偿识 回到挨 挨的一顿输 那你说你长相在哪 你适合多少 是啊 那我孩子节目干嘛 我不在家几天 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不一样的感觉就是 就是挺想你的 就是家里感觉没个人吧 睡觉不是很踏实 那天10点的时候跟你说话 你都没有回我 你去睡着了 那是打游戏呢 完了秘密让媳妇知道了 不小心突出嘴了 吃完饭了 吃完饭了 这里越煮越好吃 就刚刚放进去 刚熟的时候 我们吃还没太入味 太入味了 各个食材都已经达到了完美的 对 还是第一面可能调料放的不够多 是吧 嗯 现在调料也到位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做到这了 心动不容行动 大家赶紧去买螺蛳粉 赶紧做一碗 热乎乎香喷喷的螺蛳粉火锅 记得放麻将哦 下期再见了 拜拜